6月26日上海MWC正式开馆 OPPO首次公开展示了透视全景屏技术 也就是网上一直热潮的屏下摄像头技术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终极全面屏手机大概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不说或者你没有在网上看过大KOL审议人的爆料 第一眼保证你看不出来屏下摄像头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打开相册 这些照片可不是颜色单一的简单图片 而是实打实的色彩复杂的风景图 保持正常的视觉距离完全找不到摄像头的痕迹 尝试滑动向侧 所有位置的色彩切换也都是实时显示 即使你是用很快很快的速度切换图片 屏幕的显示也没有任何位置有任何的持续性 这颗屏下前置摄像头的位置位于展示机的屏幕上方正中间 我们把镜头拉近一下仔细看 这个时候就能看出一点点区别了 屏下摄像头区域的色彩和整个屏幕多少是有一点不一致的地方 启动自拍 这是很多人期待的时刻 不过稍微泼一点冷水 就是目前原型机的自拍画质还不能和湿面在售的手机相比 第一是不够清晰 有一点雾蒙蒙的感觉 第二是有些偏色 但这并不妨碍我在屏下摄像头 这种属于未来的技术中看到自己激动的心情 OPO审议人也在网上降低了大家的预期 这项技术真正量产到上市 还需要继续研发 将来这颗屏下摄像头一定会具备完整清晰的拍照功能 包括智慧美颜 人像模式 面部解锁 以及视频通话等等 OPPO透视全景屏技术在这款配有保护壳的原型机上展示 手机本身我们不必太过关心 将来量产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 就是这部原型机很轻 而且去掉保密防拆壳的话 也会很薄 这也就意味着屏下摄像头的模组 不会占用太多手机内部的空间 量产的手机也将比现在机械结构的全面屏手机轻薄很多 这将给更大的电池留下空间上的可能 这套透视全景屏技术是OPPO联合产业上下游合作伙伴一同开发的 这也证明了手机市场的竞争进入了巨头接广化以前的时代